大家好 我是哈天安吉利市 2021月5號 凌晨1點半的 不知道說大家這個冰雪通天塔 跟雪地尋寶解的如何呢 那雪地尋寶我今天 已經即將要全部都解完了 我只剩最後一個這個任務叫做 單場戰鬥要使用3個以上荒莫骨血 荒莫骨血 那我們就來解一下吧 今天正好是這個命運靈靜更新的時候 那我們就在這個地方解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上 等一下 女王跟這個雅莉山德拉 然後我們再上3個荒莫骨骨血 來個戰車 然後這個是薩滿補血的 那後面呢再來一個 想想看齁 再來一個無雙艷厚 或是我沒有兩個談好了 一個是賽庫一個是戰車 然後我們打個三場 這個任務就可以解完了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除了是看一下這個雪地任務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 零爆起手 零爆起手鑽20的一個測試影片 因為呢大家就是想說零爆起手他就是加速嘛 但是想說就是 他的那個作用就是用來加速 然後不大需要升他的專武 但是事實上零爆起手升專武之後呢 呃 尤其是要升到專武20喔 那升到20之後呢他會說 呃就是他原先是他的專武是給 隊友加命中率 但是他升到20之後呢 他多出來的這個命中率喔 他會超出上限的命中率會轉換為傷害 這是針對這個物理攻擊的角色 所以說像是德恩溫這樣的物理攻擊角色 如果搭配這個 搭配這個零爆起手啊 他的這個專20之後呢 他的那個攻擊力會有很明顯的提升喔 那我記得劍遠征當時我有做過測試 那現在呢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 這個遊戲不叫無盡征途喔 叫英雄混沌傳奇呢 我們也做一次測試齁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零爆起手他也是需要專武的齁 但是沒有也可以用 只是說 呃到之後呢 用這個物理隊的話 還有像是搭配光攻隊啊 呃這個 有一個專20的零爆起手 其實對整整體的這個物理進攻隊伍的攻擊力 是有很不錯的這個提升喔 好那我們先解一下這個雪地尋寶任務齁 解完了 全部都解完了齁 然後我們在這個左邊這個地方齁 領一些獎勵 這個是小獎 OK我們領一下齁 這邊 他會顯示已領取 這個是骰子喔 骰子 領一下領一下 然後最終大獎是種族抽10個吧 自選英雄齁 漂亮喔 自選英雄看 我覺得就是蝴蝶跟這個馬格莉特吧 那如果說這兩個都彩色的話 說實在的這兩個都彩色的話 我就 如果要繼續提升升星級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差齁 那再不然就是古王啦 古王的話呢 這個未來會用到 不過 可能是要到31張才會用到 那我目前來說我的馬格莉特好像也彩色了耶 我來確認一下喔 這個主角 欸馬格莉特還沒彩色耶 漂亮喔 馬格莉特在那個高階換得到 好那我就選擇馬格莉特啦 OK 那如果說馬格莉特跟這個 跟這個蝴蝶誰先喔 我覺得馬格莉特先有就好 但是蝴蝶的話 他可能會需要這個高階一點 然後會比較好用喔 好那我們來選一下齁 那我選擇馬格莉特 OK選好了 然後 這個水晶差不多又可以升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晶是不是可以升級了 9308還不行喔 今天的這個 哇今天也買了 好這個不急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雪地尋寶都弄完了 那我們來玩一下骰子吧 骰子的話呢 我現在是在這個地方齁 走一格的話可以獲得這個雙滑冰晶 如果說倒退的話 他也可以讓我到這一個 所以沒關係齁 我先用一倍來走 真的是一格耶 才一個雙滑冰晶齁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不能走一格啦 因為我如果走一格的話呢 就他會倒退 這樣我就浪費一點 所以我要用兩倍喔 四格 哇這樣是八格是不是 喔喔好多格喔 哇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 嗯 我就一格一格走吧齁 沒關係齁 一個一個走這樣子 慢慢走 享受一下這個走格子的樂趣喔 普通獎勵 一個一個走 兩格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看看喔 進階水晶產出 嗯 如果我走到三格的話 就會退兩格 也沒關係 退兩格的話 走到這一格也可以齁 然後塞 欸兩格齁 好吧 那我就要加兩倍了齁 因為我覺得 走到一格這個 這個建築升級 我實在是不知道 到底是從什麼地方獲得東西齁 所以就 我就直接用兩倍跳過齁 唉唷還真的是一步 欸這怎樣 他不是兩倍嗎 那捏 欸 欸 我剛剛一步 他不是走兩格喔 欸怎麼會這個樣子 奇怪 喔 我以為 我剛剛走一格 我剛剛骰到一 他應該是給我走二啊 欸 那捏 還是說他的骰子 選擇兩倍 他是 原本是一到六 變成一到十二 欸 搞不是很懂耶 我再用兩倍試試看喔 還是我誤會了 三 那應該走六格啊 1 2 3 4 5 6 欸 對啊 是為什麼咧 我大概知道了啦 他的那個建築 他是影響到上面的這個資源啊 原先這個 這個水晶是100 我剛剛花了100鑽升級之後 他就變140 我覺得沒有必要升級喔 那個是給大佬啦 如果說你買很多骰子的話 你可能升級 你多走幾次可能會有影響 可是像我們骰子 並沒有那麼多骰子的話 我覺得沒有必要 好 差不多結束了齁 這個 還可以再獲得嗎 好像就沒有了齁 就是一天登錄一個骰子而已 應該 還可以再獲得一個這個冰雪寶箱 那冰雪寶箱我應該全部都會拿來 拿來換紅專武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冰雪商店齁 現在有 58個喔 好尷尬喔 那就 那就等吧齁 希望可以抽到兩個 我想要換那個追劣者喔 那這個冰雪寶箱的話 嗯 全部都拿去換紅專武齁 因為紅專武的話很欠 然後第一隻是亞歷山德拉 第二隻的話應該是德恩溫喔 所以這個留著齁這個留著 那 我目前我有幾個金專武看一下喔 活動 冰雪商店 欸 我看一下齁 15 25 嗯 還是我追劣者不要換 我換兩個 一個50 一個 好猶豫喔 我想要錄那個 那個什麼 我想要錄那個 那個這個金專武的活動 我們來刷一下好了齁 我們刷一下張店 欸有賣有賣有賣 漂亮喔 好 然後我順便可以買這個 欸欸 好 為了錄影片齁 我們來刷一下 我們用金幣來買 太好了 兩次都是賣金專武了 哎呀真的是 運氣很好 然後又有賣這個 這個紫靈魂石 欸賺到賺到齁 這個錢花的有值得 然後金幣的話 嗯 稍微補一下齁 這個金錢太少看起來不舒服 好 那我們來這個紫靈魂石開一下 肥料齁 幾乎都是肥料 好 然後 水晶 進階水晶的話呢 我們隨便開一下齁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升級 可以升級喔 再升個一級 好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可以來測試了齁 測試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是19級嘛 然後我已經夠可以升下一級 下一級你看 幾方魔法型以外的角色攻擊 就是物理型攻擊 命中大於被攻擊者的閃避 每點溢出的命中會提升傷害 也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專武可以提升你的命中率 那提升命中率之後呢 我方的這個英雄命中率大於對方的這個閃避率的話 就可以提升傷害 那這個公司就不用管齁 反正大概就是計說這個專20之後呢 就會讓物理攻擊的角色提升傷害齁 我們就這樣記就好了 那怎麼測呢 我們就是簡單來測一下齁 這個是 呃 乘風之劍的第一關齁 然後呢 我們就只要上這兩隻角色齁 一個是德恩溫 一個是 呃 一個是這個 這個 零爆起手齁 那我們只要看德恩溫的傷害齁 注意德恩溫的傷害 好 這樣吸過來齁 大概是14萬4千多齁 我們可以多試幾次 暴擊大概是在20 我記得是24萬吧 28萬啦 暴擊就是兩倍傷害嘛 所以你看齁 大概傷害有一點點浮動 可是不會差太多齁 28萬8然後14萬 14萬左右齁 就是沒有暴擊14萬左右 然後暴擊是28萬多 所以我們再進去看一下 好稍等一下 好 我們就是都打一樣的敵人仗冊才準 好 不要把敵人打死 不要把敵人清光 好 14萬多齁 大家看了影片 我把速度放慢 或是你們在影片的時候 你們按暫停也可以 14萬5 然後暴擊的話 大概就是兩倍嘛 變成是28萬多 怎麼都沒出現暴擊啊 多刷幾次齁 就是14萬5千 14萬4千這樣子 有了暴擊 28萬8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把靈暴起手給升級喔 OK 在這個地方 我們把靈暴起手升到專武20 好 升上去了齁 升上去其實這樣就夠了 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把它提升了 就是20升到21 紅專武很珍貴 不需要把它用在這個靈暴起手 那我們再去這個地方齁 我們再來看 你升的是靈暴起手的專武嗎 照理說這個德恩溫並不會提升傷害嘛 因為剛剛提升的是他嘛 但是我們看看德恩溫現在傷害力有沒有提升喔 注意看喔 有沒有看到 變30萬了 34萬 34萬 普通攻擊變成17萬 所以說14萬的 怎麼講呢 17萬的話就是多了3萬 14萬的3萬是多少 算一算 差不多也是20%嘛 對不對 再注意看一下德恩溫 有沒有 變17萬了 白字變17萬了 剛剛白字都是14萬嘛 變17萬了 然後爆擊的話就是兩倍變34萬 原先是28萬嘛 對不對 就算這個遊戲有浮動值也不會浮動到差那麼多嘛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說 大概是14萬 8千 14萬4千這樣跳 然後現在呢 現在已經幾乎都是 不是幾乎啦 就是都是17萬 17萬這個樣子 然後爆擊是 17萬的兩倍 34萬 OK好 那所以就是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 如果說支援夠的話呢 等到女王退位 變成是德恩溫上位之後呢 接下來呢 差不多齁 這個德恩溫也要升到專武30 因為這個德恩溫的專武30 也算是一個蠻大的質變齁 冰凍時間會變成4秒 這個非常強悍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欸 不小心把裝備脫掉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 靈抱起手齁 靈抱起手 專武升到20之後呢 也會對物理近戰的這個角色 有不錯的這個傷害提升喔 所以這個就是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幾隻要練的角色 還有這個專武的投資喔 OK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集見 掰掰